海上漩涡真能把游轮吸进去吗? 漩涡的产生原因就是因为反向相反的洋流相互冲动 从而形成具有犀利的圆形水流 大型漩涡的深度甚至能达到几百米 在一些开阔海域的桥墩处 就会产生一些小的漩涡 水的流速较为剧烈的情况下 碰到坚硬的阻碍物就会形成小型的漩涡 它们不会有太大的犀利 但是也足以让一艘小船的行驶方向有一定的偏差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大漩涡是否能将人或者船只吸入海底呢? 亚当和夏娃就来自行制作能够控制速度的漩涡 二人分工合作为了找出具有最佳效果的漩涡制作人 亚当认为在一个容器的底部安装一个吸水装置 并从容器的上方加上补水 就能够制作出易于调整的漩涡 他用了一个小巧的纸船进行尝试 可以看到 漩涡的吸力和旋转的力量非常大 直接把纸船吸入容器底部 并且纸船持续保持着旋转的动作 夏娃则是想通过搅动水的方式去制作较大的漩涡 二人分别用不同大小的容器进行尝试 发现夏娃的制作方法不能够制作出直达容器底部的漩涡 而亚当的漩涡 能够完美地直达底部 并且可以适应各种大小的容器 所以最终他们决定使用抽水补水的方式去制作超大漩涡 同时决定让亚当亲身尝试漩涡的力量 在等超大容器的过程中 亚当和夏娃进行旋转训练 也就是夏娃潜入水里面 抓住亚当的脚 然后旋转地把亚当往下扯 亚当需要再扯的瞬间 咬住呼吸器 二人熟练了之后 亚当可以娴熟地咬住呼吸器 接着他们就来到了试验场地 使用消防车的高压水枪 对超大容器进行填充 再在底部抽水 一个完美的漩涡就完成了 之后他们在容器里放入之前拼装完成的两个小船模型 分别在长度和重量上占据优势 他们先把较长的船放入漩涡 并且根据船的比例大小调整漩涡的速度 可以看到 如果使用自然界最大的漩涡速度 是能够轻易地将小船吞噬的 而质量较大的船质 似乎不会受到漩涡的吸力 并不会被吸入海底 所以他们加大了漩涡的速度 再次释放 这次小船轻易地就进入了漩涡的中央 但这种速度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 轮到亚当了 鉴于刚刚模拟船的实验 他们决定让亚当抓住扶手进入 以防危险的发生 亚当进入之后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脚下有很大的吸力在扯着他 并且如此高速度地旋转 让他感受到强烈晕眩的感觉 如果没有抓住扶手 亚当一定会昏迷并且被吸入水底 夏娃觉得亚当应该能再进入漩涡内部一点 这属实是有些高估了亚当 从这可以看出 对于人来说 巨大漩涡的吸力以及旋转的强度 是十分危险的 一旦碰上较大的漩涡最好不要靠近 重量较大一点的船只可能会幸免于难 但遇到漩涡最好还是不要靠近为妙 避免对船只有损坏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